专相信函 一封狱中同修的家书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这是一封来自狱中的青年同修的家书 看了不禁令人潸然 字里行间好多不能名言的话语 寄托了大法弟子对家人的思念 祝福和慈悲的善念 每逢家节被私亲 时至新年来临之际 该同修的信 也许会给有相同遭遇的家庭 带来一丝宽慰 更让人们认清中共邪党的本质 和对法轮功修炼者无情的精神迫害 善恶有报是天理 只有退出邪党组织 才能有光明的未来 原文略有改动 抄露如下 敬爱的爸爸妈妈 12月份的两封家信均收到 得知家人一切安好 甚感宽慰 尤其要感谢父亲 不辞辛苦操持家务 快过年了 父亲一定更加忙碌了吧 过年本是团圆喜庆的日子 因我的缘故造成了多年的遗憾 倍感愧疚 希望家人能想开一些 珍惜你们在一起团聚的时光 我们家还是幸运的 虽然天各一方 但心却贴得很近很近 人生不如意识十之八九 因为现实的脚步 永远都追不上人的妄念和无度的追求 以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生活 才能够品尝生活的真谛 人的观念 怎能决定人生的路 与人生中的得失 学会《菜根坛》中所说的 风来疏逐 风过而逐不留生 艳渡寒谈 艳去而谈不留影 记得我在家的时候 哥哥不在家 多少个夜晚父亲以疮而立 默默眺望夜空 其实我也没有露睡 在黑暗中注视着父亲 心酸孤独的背影 哥哥成了家人心中 不能碰触的伤口 不敢提及 怕撕裂伤口的痛 表面上落无其事 心里就是放不下 我希望家人现在 不要用这种逃避的方式 处理问题 你们就把我当成一个 因故暂时无法归家的朋友 想到我就提及我 提及我曾经的幼稚 直傲 幽默 提及我就要开心 就告诉对方 我很快就要回家了 只是暂时在外面小住一会儿 不要想到我就认为 我在无边的黑暗中 吃苦受罪 不要用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 折磨你们那备受煎熬脆弱的心灵 我真的很好 想哭的时候笑一笑 比我们痛苦的人 何止千千万 比起那些在病榻上痛苦无助身影的人 我们拥有健康的体魄 比起那些挥霍生命 找不到人生航向的人 我们有充实的灵魂 比起那些夭折的孩子 父母把我养得健健康康 活过了儿立之年 起码我们还活着 活着就有希望 而且知道人活着的意义目的 知道脚下的路该怎样走 从这一点上讲 我们就该高兴 该欣慰 该知足 暂时的不团圆又如何呢 不过是白纸上的一个黑点 我们要看到整张白纸 告诉自己希望多过失望 不要紧盯着黑点 无限放大人生中的缺憾 因为又要过年了 担心家人在思念我的痛苦中绕圈 多提了几笔 希望能够帮助家人 放下心中这份重压 另外 遇到问题时 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这个角度包括充分体会对方的性格 生活背景和思维模式 以及处事方式等 万万不可固执己见 指责对方 我 还是那句话 这个世界不缺少妄图改变别人的人 这个世界缺少用心去关爱理解他人 用自己高尚的德性影响他人的人 你们一定要敞开心非的多进行有效的沟通 真正的体谅理解他人 这是一种善 希望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哥哥 能够心情舒畅的过好每一时每一刻 用友善 耐心 宽恕 谦顺 礼貌 慷慨 诚实的心灵 对待周围的人和事 只有这样 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七彩阳光 赠给家人 孔子论语中的一句话 公自厚而博责于人 则远愿已 最后 祝愿家人和所有的亲友新年快乐 平安吉祥 祝大家过一个快乐的虎年 在新的一年里 有更大的收获和进步 我在远方给大家拜年了 孩儿敬上